年轻的时候我们心高气傲 觉得有没有钱不重要 只要开心就好 可年少不懂得道理 生活总会慢慢地 以极端的方式教你 年轻时就释怀和淡薄 其实是有问题的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赚得太少却又想得太多 《生活大爆炸》里说 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 多挣点钱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年轻时要多赚点钱 这大概是我听过最好的回答 毛母在《人性的枷锁》当中说道 人追求的当然不只是财富 但必须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 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 能够慷慨 能够爽朗 能够独立 知命女人主演刘玉玲 曾经在采访当中 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我从我父亲那儿学到一个道理 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生意 所以我每次都会努力工作 然后去存一笔钱 我称它为去你的基金 如果拥有这笔钱 当生活当中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 有人强迫你或者是辞退你 你就可以对他说 去你的 年轻时多赚钱 才能有说不的底气 缺钱会让我们缺少无数个机会 很多时候看似缺的是钱 实际上丧失的是人生的选择权 有了钱我们才能够有底气放弃 才有资格去追逐真正重要的东西 弗兰克林年轻的时候 对科学十分痴迷 可他在42岁之前 除了每天坚持读书之外 所有的重心全都放在了赚钱上 直到后来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 他才静下心来 花大把时间去搞比雷真的研究 在成年人的生活里 钱是一切生存活动的基础 没钱只能谈人生 有钱才能谈理想 年轻的时候多挣一点钱 才能有谈论理想的资本 才能在人生的档口 多有一些选择的自由 现在多赚点钱 是为了以后的某一天 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 不为新的生活 电影《寄生宠》里说 钱就像一个运斗 能够运凭生活的所有褶皱 想要坦然面对一切风雨 只有存款才是最好的手段 去年的时候表姐刚下决心创业 借钱投资了一个门面 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 可是今年因为疫情 小店铺被迫关闭 每月光是房租费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本来一腔热血 结果被命运捉弄得洒了一地 她不禁懊悔道 早知道几年前多赚点钱就好了 前段时间的疫情 如同一面残酷的镜子 把我们藏在最深处的焦虑彻底暴露 有的人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给自己的人生暂停休整一下 有的人却消耗着为数不多的存款 每天都度日如年 疫情之下 小企业濒临破产 打公司争相裁员 时代掉落的一地灰 就足以让我们弄得一身疲惫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除了对疾病的恐惧 更深层次的 还有对没钱的焦虑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钱的日子 每一天都局部维艰 瓦尔德说过 我年轻的时候 还以为金钱最重要 如今年纪大了 才发现那句话一点也不假 世事无常 成年人的安全感 都是钱给的 唯有多赚钱 才能在每一次命运的波澜之中 都化险为夷 沙士比亚说 金钱是个好兵士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可一旦没了他 全身战甲 也不过是一身软肋 我有一个朋友 生性洒脱 拿着四五千的工资 过着还算不错的生活 每次休假 他不适合朋友聚会 就是给自己 囤上一大堆零食 然后宅在家里 追一整天的剧 丝毫不觉得钱有多重要 一个月的工资 只能勉强应付 一个人的生活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刚毕业不久 一个人吃饱就全家不饿 所以从来没有把理财 和存钱当一回事 直到前阵子 他妈妈在骑车的途中 出了事故 住了大半个月的院 他才觉察到 原来他再也不能 只顾着自己了 在医院的大厅里 他一个人拿着 上万的药费单 第一次后悔 要是自己能存点钱 或者能多赚点钱 就好了 如果不是父母 早存有应急的积蓄 恐怕这一次手术 就足以让他 毫无招架之力 生活的残酷就在于 只有在最稀缺的时候 才会教给你 最惨痛的道理 知乎上有网友写道 我现在拼命地赚钱 就是深刻地明白 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 虽然温饱安康 但如果突如其来一场 大病或者是意外 可能就会让这个家 陷入万劫不复 世间良药无数 可大多数良药 都要靠钱来支付 人生时苦 唯有多赚钱 才是对自我最好的救赎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你觉得 钱特别重要呢 有人说是在有了喜欢的人后 却因为家境而不能在一起 有人说是自己有钱后 才想起爸妈已经享受不到了 幸福的人生 大抵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人生 各有各的遗憾 女神贾玲的心中 一直有一个心结 有一年她用自己打工的钱 给爸爸妈妈各买了一件皮衣 但妈妈的尺码却买小了 可后来等她拿去换回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意外去世 再也穿不了了 妈妈生前一直想在家里 有一个冰箱 可直到去世了 也没能用上 在她演的小品 你好李幻英当中 她穿越时光 遇见了年轻的妈妈 终于哭着说出了 藏在心里十几年的遗憾 妈 我给你买了个冰箱 双开门的 妈 那件绿色的皮衣 我也给你买了 妈 你怎么这么爱笑啊 妈 我现在是一名喜剧演员 好多好多人喜欢我 妈 我好想你啊 那一幕幕直戳 年轻人的内心深处 引得无数人落泪 如果当初能多有一点钱 或许就不会留下 那么多遗憾了吧 这世上最让人 无能为力的事 莫过于 子欲养 而亲不待 人生总有那么多来不及 我们吃穿不愁 过上了想过的生活 可这些迟来的幸福 有的人却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种遗憾是 我们赚钱的速度 远远跟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纳伯科夫说 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 它们是时间 生命和爱 既然无法挽留 不妨趁着年轻 不遗余力地去爱和珍惜 趁着年轻 再多赚一点钱吧 别在下一次需求面前 再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李公俊说 没钱的日子不难过 而是根本不能过 如果没有钱 面对不喜欢的工作 也只能忍气吞声 唯唯诺诺 如果没有钱 星辰大海 买不起门票 适合远方 也只能是口号 如果没有钱 一场意外 一次疾病 就会直接催垮掉一个家庭 如果没有钱 想要给父母幸福安稳 也只能无能为力 遗憾不已 周国平先生说 金钱的最大好处 是使人在金钱面前 获得自由 我们努力赚钱的意义 只是为了不让缺钱 成为我们人生的羁绊 我们不求腰缠万贯 但求人生无憾 年轻时不赚钱 后来想赚钱的时候 只会后悔不年轻 与其遗憾和亏欠 不如趁着年轻 静下心来多赚点钱 世事无常 唯有好好赚钱 能解万般惆怅 愿你出门 仍是少年 拐脚就能 多赚点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草原上的风 明朗的夜空 牛羊在湖边 又当着 云在箭头落 满眼的绿色 拥抱着心中最初的辽阔 芬芳 微笑的母人啊 青草儿般篝火舞蹈 回答在耳边的轻声 帮我走过四方 母亲熬的茶 怀抱里的花 温暖着我右边海角天涯 父亲的骏马 坚定的沉默 让我永远不停下 我亲熬的茶 怀抱里的花 温暖着我右边海角天涯 父亲的骏马 坚定的沉默 让我永远不停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